够热闹的啊 对呀 我们热闹一天了 王小飞和大S2021年离婚后 双方不断隔空交火 王小飞的母亲张岚 也时不时开直播语出惊人 如今大S宣布正式开告两人诽谤 大S透过中国律师在微博发出声明 指出王小飞和张岚 从2022年11月21号开始 就在微博抖音等平台 持续对大S侮辱诽谤 已于2023年2月16号提告 其中针对张岚的诉讼 北京互联网法院 今年4月20号立案 至于针对王小飞的 则是在今年3月21号立案 张岚护子心切 经常在直播中提到大S 如今被告她也发出律师函反击 要求立即停止炒作跟侵权行为 还有要透过网络平台 向张岚赔礼道歉 否则将会走法律程序捍卫权益 大S和王小飞结束十年婚姻 2021年底画下据点 如今就算大S再婚 但纷扰依旧 张岚直接点名要求道歉 大S的律师也回应 手上证据充足也都提交给法院 欢迎对方提告 这场风波恐怕还会持续烧 三选许赵伟猜拳旗台北报导